大家好,歡迎收看IM港股台 今天只有兩個,兩隻公 我,Ricky和Dennis和大家討論港股外圍的最新情況 首先討論港股,這個星期港股主要的威力是7月2日 其實主要是牛皮,整個星期就在高位牛皮 今天都是這樣的情況,今天升過下又跌過下 總之全日是20點,跌20點收市 28,774點,成交慘了,剩下562億 8月2日還有過千1億,然後800,跌下跌下跌到500 500,這個概念真的很多年 不說以為半日市 對,半日市的概念,以前我們小時候幾百億 現在又是幾百億,500多億就非常靜 整個市都抖皮皮,如果看日線後 其實都是主要下跌之後,主要上下跌下跌 每日幾、20點,升降降下跌都沒有甚麼方向 反而就是個別股份成為大家的焦點 你也參與不少的 我,是,小小了 首先就是這個星期最熱話當然是跟煙酒酒的有關 喝飲食食也有關 香港人最厲害的 而且煙煙酒酒的人最開心 首先第一隻就是中煙香港 中煙香港這隻厲害了 上個月上市的時候4個8毛8 早幾天炒到上去最高是28.4 但之後就急跌回到今天收市的時候大概是16元左右 但這隻東西其實都很誇張 完全想不明白為什麼會變成炒的對象 其實都稀有吧 稀缺概念 香港沒什麼其他股 沒有這類股 現在稀缺概念 香港就是中煙 內地說法的 香港是中煙 內地就是茅台 都是稀有概念 我這樣炒上去 喝飲食食炒上去 炒股的時候是這樣 我也有看這隻酒 香港可能是稀缺一點的 但外國也有不少這類型的煙草股 是的 很多 外國那些煙草股通常就 你當是一些穩陣 Consumer staples去買 通常都是十幾倍PE 但你看看現在炒到上去16元 現在16元 其實已經跌了一層 現在這個位置都四十幾倍PE 其實都 如果你說用一個 很基本面很 fundamental 的角度去看 其實都不太吸引 但當然他都有去好的地方 譬如這些煙草股 現金流都很厲害 你當是一個修飾股去看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當然這些價位就 真的不太值得吸納 這陣子可能都是流行的 除了這隻之外 其他飲飲食食的 其實這陣子都是升得不吵 譬如之前我們節目也提過一下 例如快餐股升得挺好的 當然有些業績出了 即是不要碰就會 但之前都一直炒 譬如維他奶在業績前一直炒上去 是很厲害的 大家樂也是炒上去的 大幅炒上去 連日清都炒上去 日清和忠煙有一個相似 就是現在忠煙就是煙 煙其實都不健康 在世界潮流就不流行的 他照炒上去 日清即食麵都相對來說 不是一個很健康的選擇 對現代人來說 之前當然沒所謂 我小時候吃很多 但現代人覺得這些不是太 如果有其他好的東西 當然盡量少吃一點 即是阿爸都照炒上去 我想和他本身周期的關係是有關係的 通常那些經濟周期好的時候就賣得好 即是賣得好 然後經濟周期差就賣得差 公仔麵可能反過來 即是你沒錢就要多吃公仔麵 可能穩定一些 我想現在香港人買股票 即是早幾年就說要增長 這幾年就像是喜歡穩穩陣陣的 即是最重要是 這間公司穩定定期有息派有錢收 即是最好的 即是可能都看中這些概念 以前你的說法 以前是有名的 叫什麼 叫做窮鬼概念股 即是那些低檔消費品 就叫窮鬼概念股 即是老股民這樣叫 現在年青人沒有這樣叫 不會 就是這類 包括快餐股 窮鬼概念股 即是很基本的吃東西 即是一到經濟不好的時候 這些股份就炒上去 現在不知是否都是這樣的概念 即是像你所說 現在經濟真的不是多豪 起碼你看近今星期 很多學術機構也好 這些大行也好 不斷調低香港經濟增長預測 大家都看來近香港經濟都比較頭赤 不知就是這個緣故了 這些所謂窮鬼概念股就不斷炒上去 不過想香港經濟就 最大的一個影響就是航運那方面 我想對普通市民直接的影響 又可能又不是很大的 即是我們很多時工作的範疇 即不是很多人做航運相關的事情 全口相關 是的 即是最緊要都是 即是金融那方面最緊要都是看看 即是大陸經濟啊 全球經濟怎樣都 樓市啦 雖然說不斷調低 但今天出來的樓市指數又創新高 即是不到你不服 即是樓價反地深吸力那些 不斷升上去 即使你說有很多政治事件 說經濟不太好 股市又皮 成交得幾百億 他一直這樣上 繼續貴 這些人真是很奇怪 那今個星期除了喝喝吃吃嘛 最緊要是煙 我們叫吃煙 內地叫抽煙 除了酒都雖然未上 但是大家很關注 也是 今年的新古王 因為集資有七百多億 今年估計應該是最多的 就是百威亞泰 聽中文就可能 就是不是很奇怪 就是百威亞泰 我想大家都 有去喝過東西的話 都大概知道 就不只是百威亞泰 其實就是 Holgarden 這些高檔少許的酒品牌 其實都是百威亞泰的旗下 那他就不是整間公司走去上的 其實主要就是 把那個亞洲業務 放在香港上市 而他現在呢 就是那個招股價的PE 就大概是28.5到33.5 那這個就是明年的預測PE 那如果說今年的PE的話 現在的招股價就是45.3的一個市盈率 那你說算不算貴還是便宜呢 那你和青島啤酒比就略貴 那青島啤酒現在就是33.9倍的PE 而華潤啤酒呢 就和華潤啤酒比較便宜 就是54點多 因為華潤啤酒就 那但是你問我 我就覺得和這兩間比較呢 就似乎就 差了一點 因為始終那個檔次就真的差很遠 就是你想像一下 譬如你下街 即是下巴喝酒 那你旁邊的桌子有個 有位女士 那你想去海後他 那你會拿支Budweiser過去 還是拿支青島過去呢 那相信大家都 是不是Dry Martini Dry Martini 更好 那效果更好 那高檔品牌又不同 那而且本身的毛利率都高一些 就好像Budweiser 就是這間的白威亞泰 毛利率就 就是都五成幾六成 那你相對而言呢 就是青島華潤就三成幾 那其實現在他們都好 經常都說 很想提高毛利率 那其實基本上呢 Budweiser本身已經做到的了 其實這些股呢 你除了太BE之外 其實有周期勝的 是啊是啊 那以往的傳統智慧 幾十年的 通常呢 大型的賽事 就哇 這些股份就升了 世界杯 世界杯就會升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世界杯就一來很有可能 這些國際的品牌 就會贊助 世界杯的牆邊的那些板 事碼事碼 就是看到它的名字 這些對它的知名度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呢 有預期那些人去喝啤酒 吃花生去看球 那這樣就會升 所以是咯 你買 認不認購之前 就是預約 未來會不會有大型的賽事 不過世界杯沒那麼快 18年 世界杯是 有很久了 上年才踢完世界杯 是的 我覺得我們上年 我們都做過一些類似的專題 也是說 哇 究竟就是世界杯有些什麼 股份是會受惠呢 當中都有提到啤酒 那些跟賭博相關的股份 都有提到 是的 所以現在看PE 之餘 就看看國際賽事 這個就是白威 這個大家有期待 不過另一隻 大家看完之後有些唏噓 就是新城 哇 這隻股份 真的是這樣 那就是 話說 他們的主席 黃先生 就是 因為 有官非 有官非 懷疑衰十一 那就是 懷疑衰十一 被人撻了 現在正在調查 那間公司立即跟他割席 立即找了他的兒子做董事長 大行就覺得對經營就不會有太大影響 但問題就是 這間公司本身 就是內房本身都是一個債務比較多的一個行業 那這間公司也不例外 但是如果當間公司的一些主要的人 有任何官非的時候 其實隨時都可以觸發到一個違約的風險 所以就現在就有這樣的擔憂在那裡 所以這個股價其實都跌了很多 就是由出市那天到現在 基本上是跌了四成有多的 這樣 淒涼啊 因為其實這隻股之前大家都很看好的 是啊 大行沒有多久 事發之前都還在唱好 說正的 哇 誰知道現在這樣搞的 這樣滾下去 真是 比較頭赤的 是啊 那就是 就是我覺得 你問 應該罵的 那我又覺得 都是有點危險的 就是我就不太建議的 就是 你看去年 永利好像主席又有個類似的官非 又有些性醜聞 但是很快又永利的股價重新上去 但是當時 我想跟現在不同的就是 就是 永利是一間叫做 corporate governance 就是貼近國際水平一些的公司 就是不同的一些家族控制的公司 有時候 就是你知道 國際水平比較好的 就是像國際水平的一些公司 不會說沒有了任何一個人 那間公司就真的運行不到 但是說 家族 未比較重的公司的話 少了一個核心人物 可能對那間公司影響到很大 所以如果有意去撈底的股民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那你提到一點很重要 就是借貸比較高的時候 就比較煩 因為你借錢很多時候 都要看個人 尤其是內地 內地借錢 據說是這樣的 我來借錢 香港或者西方 西方有什麼抵押 他不是說抵押的 我認識你的領導 或者認識你的領導 沈梅最厲害 我是你領導的領導之前 這樣就可以借到錢 據說是這樣 那要看他的兒子 是否認識得多人 通常就是 老爸的老爸比較厲害 在人脈方面 小朋友 可能都慢慢扶植 但是 這一下突然間 一個key person 所以人是很重要的 在內地 在借錢方面 所以大家 不撈底住 也合理的 畢竟內地的情況 跟剛才你提到的永利不一樣 好了 新城說完了 那就 國際 國際也要說一下 國際是 我們說了幾個星期 就是集特會 上星期 終於舉行了集特會 其實跟預期都很相似 大家估計 不會說真的有什麼 很實在的 達成一個很實在的協議 但是跟你說 我們會重啟這個 談判之門 都跟市場預計很相似 但是有些比較 可能市場會覺得 好的消息就是 美國願意 恢復 給一些美國公司 供應一些零件 給華為 同時中國也會計劃 買入更多的 美國的農產品 而這個星期 剛好有新聞就說 報道說 就是 中國有一間私人公司 就落實了買 40噸的美國大米 就是歷史性的 一個 貿易來的 因為這次是第一次 有中國公司 向美國買大米 不知道是不是 一個釋出善意的訊號 而接下來也說 在計劃買大豆 不知道是不是 大豆買開 應該都會買開 始終 中國大豆的消耗量 都很高 而美國生產大豆的量 都很高 基本上 你不跟美國買的話 你跟其他國家買 其實對兩個國家都沒有數 沒辦法 但之前就不斷吵吵 逼著這樣做 都是這樣說的 貿易戰 當然沒什麼好處 所以今個星期 美國方面 很多學者 著名學者 包括MIT 哈佛的學者 以前的外交官 聯署信 好像都成百位 就說 你這樣砌其實沒什麼好處 所以今個星期 可能順應市場的情況 或者民意 特朗普在說 暫時就停火 不過 停火完之後 你看整個局勢 都仍然很不明朗 因為很多事情還在發生 包括 庫德樂 又說 華為仍然是 限售名單 不是完全放寬的 然後 納阿羅那個人 就是大英 是 又一段時間談 比不容易談得怎麼樣 總之 仍然很吵 加上這段時間 特朗普會叫做停火 但那時候 特朗普又和歐盟又開火 然後又砌越南 日本又和韓國又在一起搞 最近貿易大戰非常熱烈 最慘的就是公司 你看看香港的上司公司 你看看年報很多一些 譬如紡織 制衣相關的公司 上年 業績低 原因就是 因為 成本 關稅因素 計劃 就會加快將生產線搬去 越南 我想就是 話口未完 越南加關稅 都不知道怎麼辦 都不知道要搬去哪裡 所以這陣子的貿易戰 我看完之後 我想一下 美國的摔角賽 你也有看過 是呀 有 摔角賽本是兩個打的 打打下 加兩個來打 打打出過來 裁判都打完 然後打到擂台下面 總之打到暖晒龍 現在就是 全世界貿易 就好像欣著特朗普 這股友 搞到暖晒龍 打到 又飛椅子 又車 總之全世界打完一塊 總之就是 茅偉盤 好 除了特朗普之外 債息 以致拉加德 都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是的 雖然雜特會 就有一個好的結果 但是 市場始終都是怕 我經濟就不太行 基本上 美國債息 就已經在 早兩天 就跌穿了兩厘 我剛剛看 最新是1.96厘左右 就跌穿了兩厘 那個更加重要 就是說 德國國債 受盡國債的息率 就這個低過-0.4厘 低過-0.4厘 低過-0.4厘 是什麼意思呢 概念就是 低過 歐央行的存款利率 意思是什麼 意思就是 市場 估計就是 歐央行的政策利率 有可能是再調低 就是說可能-0.5 或者-0.6 這些水平 可以看到市場 對 那個經濟的擔憂情況 都可以看到 可能都認為 央行就有這個 繼續放寬的可能性 其實之前試過的 16年試過負利率 當時大家都吵了頭 為何負利率 你也要買的呢 其實看起來就老襯 為何買這些負利率的東西 你唯一就是這個說法 如果買 高買 更高買 其他完全沒有持有的 其他有因 我之前有看過的理論 就是說 就是 就可以做一個 比較好的 一個全球性的 carry trade 可以用這個低利率 我負利率 但是我買一些 亞洲的一些高息一點的 或者譬如 我買一些 可能意大利 希臘這些 一些比較風險高一點的債 可以這樣去賺錢 是不是沽空的意思 沽空 可以沽空拿筆錢去那裡買 就是我向銀行借一些便宜的錢 再去投資在其他地方 這樣 但是 沒有它本身就是 借便宜錢 但是就刺激那個國家的經濟那個原意 總之來說 上次負利率出現之後 沒多久 就回頭了 至少會不會擴大 但是今次 就 無論如何 經過上次經驗 今次繼續賠利 照買的人 我不知道跟拉加德有沒有關係 拉加德的估計 就會做 德拉吉 這兩個名字 很容易求 很容易求 現在拉加德 德拉吉又快不做了 拉加德就準備上任 會有關係呢 拉加德 都不出奇 拉加德就 這個首先跟大家解釋 就是一個 現在現任的IMF的總裁 如果他做了歐央行的行長 那就有趣 因為他是律師出身 跟鮑威爾一樣 都是律師出身 又不是傳統一些學者 經濟學家出身 而他就比較特別 或者比較厲害的地方 就是那個政治手腕 大家都公認是比較強的 其實我覺得都可能對歐央行或歐盟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結果 如果他可以當選成為歐央行長 因為始終你知道歐盟現在民粹主義抬頭 其實除了你說要有一個經濟底很強的人坐陣之外 其實更加需要是一個溝通者在中間調停 可能他有做到這個角色 柔性的處理方法 是不是可以 不知道 另一個 和大家相信他是甲派 這個是大甲 就是拉加德拉吉已經是甲 他好像更加 就算不是更甲 肯定一定是甲派 所以可能是這樣的原因 剛才你所說 繼續買債券 畢竟是預測去減息的話 對債券 就是可能債息下跌的原因 也跟這件事有關 可能拉加德有這關係 好了 回顧講到這裡 前瞻怎樣 前瞻有什麼跟大家說 前瞻首先要留意 今晚出的美國的一個就業數據 老生常談 美國的就業數據就非常之好 歷史低位的一個失業率 大家最重要就是留意 新增的非農職職位 是不是超過10萬份 如果是能夠超過10萬份的話 基本上可以看到美國的經濟 繼續延續它的強勢在這裡 首先就是這個就業數據 其次為什麼就業數據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 基本上現在美國的比較差 就是一個資本開支 就是企業的資本開支比較差 但是你說就業數據 仍然強的 而這個消費者信心 消費也是強的 而這個就業 基本上是直接影響到消費者信心 所以就是說 而消費者信心或者這些內需 也是佔美國七成的GDP 所以說牽一發動全身 如果就業不好的話 基本上內需都不好 內需不好 加上那些資本開支也不好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 當然說陣陣陣有遲 對企業盈利有幫助 那就可能炒上 就是特別美國 不好就說 減息 減息 有道理減息 所以電話轉了也可以 數據不好 經濟不行 企業盈利不行 又可以放進去 總之這個就是大家要盯著 古華的槍來的 有沒有怎樣玩 不知道是前還是後 那除了去美國之外 還有中國 怎樣 有沒有 對啦 中國接下來都會公佈這個 流動性的一些數據 譬如社會融資 一些信貸的增長等等這些數字 那就是 本身大家就預期 集特匯之後 中國就可能會推出一些 流動性的一些措施 譬如這個存款準備金率的下降 一些MLF利率的一些下降 但是就 似乎現在市場看 就是覺得 中央好像是想傾向 除了做這些 全面性的一些 流動性釋放的措施之外 還想做一些定向型的一些措施 例如可能 集中在一些家電行業 集中在一些 汽車行業 房地產行業 這類型的一些 定向性的一些 流動性的寬鬆的措施 這也好 以前一向都這樣說 不用大水晚灌 不會不斷灌 不會以前四萬億 都撤掉了錢 不斷浸 現在就不是這樣的 一直都是定向 聰明一些 想法 除此之外 也會講講港股 港股下個星期 新股正式有些 白威就 明天開始 明天開始 所以成本都挺貴的 所以 而且 預計 都幾多人去抽 所以的話 似乎現金去抽 就可能 比較好些 一家大小出動去抽 就可能會好些 你看一下 上年的古王 早一兩年的 中安的時候 很多人抽 當年的古王 新古王 和之前的 友邦也好 基本上 你肯抽 就人人有份 就是 一手黨 就一定抽到的 我覺得 要麼你就抽一手 要麼你就 搏夠十手 搏去派兩三手給你 中間那些 二三四五 都沒什麼意思 我估計 都是比較多人抽 還有一件事 剛才沒有講到 其實 看這些 國際性的走股 除了和 現在香港上市的 啤酒股 去比較之外 還應該和一些 外國的啤酒股 去比較 你看一下 其實和他沒有公司比較 他沒有公司 現在的PE 是44.2倍 其實比較起來 算是一個 比較合理的股值 所以說 是否真的很貴 其實也未至於 你和其他 譬如 Henecan 和加士伯 比較 可能是 比較貴 但是 檔次上 可能 Bugweiser 這類型 可能是高 所以 合不合理 見仁見智 但 未至於 市場所說 真的很貴 完全是不吸引 抽到可以喝酒 對 抽到應該都買到杯 買到杯 喝一下 喝到杯 就是這樣 講完 各股 講一下大市 初步大市 今個禮拜 其實上市落落 沒有什麼方向 現在市場 樂觀了很多 看三萬 很多人 可能始終 集特會 貿易陰謀已經撥退了 對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 事 除了集特會 剛才提到過 貿易戰打到 本來一打 現在變了 出國大運戰 裁判 觀眾什麼都打了 一份 這個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 最近 特朗普 在貨幣上 經常吵 現在 擔心 貨幣大戰 這個 這個就是外圍 港股本身 就是成交不足 還有 你應該值得注意 就是 國企指數 這陣子和恒生指數 走向 是不跟 明顯就是 恒子是強於國子 這個大家要注意 所以你說 看三萬 暫時言之上做 我覺得還有一個因素要留意 就是 年初的時候 中央其實都做了很多的 一些刺激經濟措施 又做了 譬如 減稅 那時候又說 新四萬億 但是 似乎 半年過去的效果 始終都不太強 那 如果你說之後再做 那 究竟那些 小加小減小 收小補 究竟效果 會不會對經濟突然之間 有一個很強的 托底作用 就真的 很難說 總的來說 就 觀望著 因為 今個禮拜 其實方向是不明顯的 看下個禮拜是怎樣 初步看 我覺得可能 整顧機會 大於衝上去 原因 剛才說了 就是 其中最重要的 國企指數的走勢 那 今天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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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